现在社会动乱 动乱的太过分了 怎么说呢 完全脱虚了 虚实秩序 就是完全不遵守秩序了 乱了 乱成一团 为什么不遵守秩序 没人教 在今天的社会 也没有人敢教 所以社会动乱 众生可怜了 感到的果报 就是大灾难 因为我们人心脱虚了 违背了能力道德因果 我们的行为脱虚了 感应的的衣报 大自然脱虚了 春夏秋冬四季不正常了 所有一切灾难的爆发了 山不像山 海不像海 山会陷下去 还会冒上来 这就脱虚了 所有一切 脱虚的原因 这是大臣经上讲得清楚 大臣经教上告诉我们 一切乏从心降生 这一句话重要 你心里面是想的是亲近 心亲近 心善良 一切都惑惑之事 不舍也惑惑 妙化 心要不正常了 要被染污了 现在是严重染污 什么东西染污呢 自私自利是染污 都要知道 自信亲近心里头 没有自私自利 找不到 明文立扬 找不到 无欲六成 七情无欲 找不到 贪嗔痴慢 都没有